全部夹起来一起吃 今天第一餐来吃牛肠餐厅 这个是牛血汤 然后这里有生的 据说是胃跟牛血 还是牛腥 这个小菜 好香喔 烤肠 烤猪肠 好香喔 这很好吃对不对 我超爱 烤猪肠 然后加新鲜紫苏叶 我们第一次吃紫苏叶 真的很好吃了 好好吃 一定要拌在一起吃 一定要拌在一起吃 一整盘已经被我们吃成这样了 看有多好吃 没有轮了 好 肉里油的好不好 超好吃 超好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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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洋葱 完全没有洋葱香辣味 而且它有点芥末的味道 很好吃耶 很像日式小菜那种味道 很好吃 很好吃 真的很好吃 很好吃 真的很好吃 很好吃 河蜂蜂蜂蜂蜂的味道 很好吃很好吃很好吃 所以它是洋葱的甜味 把味道带出来了 我要讲你百次很好吃 真的很好吃 百次有没有洋葱 好香喔 你吃这个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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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放快放 快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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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来高峰生鸡汤的话 你要从大楼的门口进来 再打手扶梯或是电梯上二楼 来首尔必吃高峰生鸡汤 第一个就很好吃了 如果不吃生鸡汤可以吃鲍鱼鸡粥 真的再吃得下 再点海鲜葱饼 桌子上有吃怎么吃的焦点 午餐 喷喷它泡子里煎得很正气 来了 它在滚 来韩国一定要吃这家的生鸡汤 我觉得 是我最好吃的生鸡汤 先要加盐在小碟子里面 因为生鸡汤的鸡肉本身是没有什么鲜味 吃的盐很好吃 但是适量蘸去才不会太咸 吃糯米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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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糯米饭一定要跟这个汤汁充分的融合 就会超级好吃 建议大家可以先鱼肉 沾点盐巴 然后再喝点汤 最后再把糯米饭跟汤 过一过一 一起吃超级好吃 把汤跟糯米饭充分混合 像这样 像这个就 需要再把它弄更混合一点 好香喔 韩国的烤肉店的椅子都是可以打开的 把大外套放进去 可以省空间 又不会沾染烤肉的味道 很聪明吧 很聪明 烤空 烤肉 中间有大酱汤 还有四驱小菜 哦 被我吃成这样 荒谬的生肉 来韩国一定要吃的 平价烤肉店 吃不完的煮滑 拿点弯的蛋料 超棒 我最喜欢的蛋来了 反正我只要吃韩式料理 每一场我都要点两颗蛋 全部夹起来一起吃 晚上饭部到一间 看起来很道地的餐厅 已经Google的时候查不到 好香 好香 韩国白饭都好好吃哦 各种汤匙大好吃 特别好吃 特别好吃 这家小菜吃好吃到我们整个已经清盘 等一下还要请他家 豆腐辣牛肉汤 这不够好好吃 已经半夜了 我们还在广吃 很夸张 就是虾奖 第一次在韩国吃饺子 这套如何 皮很薄耶 那它的皮超脆 超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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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家雪浓汤好好吃哦 我记得我第一次是雪浓汤的时候 觉得有牛味 这家真的完全不够 而且牛肉超级嫩耶 不是那种很柴的 是超嫩的韩牛 超好吃的 我今天店 牛肉豆芽汤 这是我们24小时之内 第二次来这间店 因为这间店 真的很好吃 他们家的泡菜 真的是 我目前来韩国这么多次 吃到最有极简的泡菜 噢 烟大到我的 螢幕都误了 排骨汤 韩国排骨汤 他们家好好吃哦 我们今天点他们店的菜骨汤 跟网饺子 它颗饺子 大颗的四颗叫网饺子 旁边瘦瘦的是虾饺 他们这个饺子啊 皮有点QQ的 跟我们那边的饺子 皮吃起来就是 呃面粉味比较重不太一样 然后皮蛮薄的饺子 里面会包冬粉的 我们今天点了一个网饺子 它超大颗的 一份有五颗 好大哦 你的手指挡到了 一样Q 超好吃吗 好吃 吃猪肉吗 吃猪肉 很香耶 我要来开动了 开动开 炸鸡肉 opened nuts revolutionary 腐� midnight Shopify �vero肥奶 門铅 超咚炸鸡的 Video 我最近跟猪肉 非常energy 一丁 一丁的阿爸就過了 那個交換一下就好了 五丁的夜店一份 宏大的橋川炸雞太多人了 所以我們今天跑到延南洞來買 從宏大L7走過來要850公尺 實在是有一點點的人 但是這家不用等那麼久了 我們剛剛進去他說20分鐘就可以拿了 而且剛發現 這裡有公車站牌 馬普06會停這裡 待會可以直接搭這 到飯店附近下車 據說6分鐘會有一班車 取炸雞 來了 為了橋村炸雞還搭公車的我們 掰掰公車 再見 謝謝你載我們回來 我們要回飯店了 飯店就在前面 很近吧 前面那一棟 很棒就是啊 很近吧 很棒齁 半半炸雞 半半combo 然後一半是辣的 一半是原味 每一個是辣的 每一個是不辣的 都在煎餅 第一天 公車 都在煎餅